生活不可不知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昂貴的電動車特斯拉 怎麼會變成特斯拉呢 大家都說電動車 因為沒煙燃不怕水是真的嗎 一輛白色特斯拉出現在沙灘上 新北市沙豬灣是衝浪勝地 但車也衝來著 被網友笑說難道是海陸雙用車嗎 不過真的好糗 這部特斯拉卡在沙灘上動彈不得 只好請來怪獸幫幫忙 眼看電動車近在沙中 海浪也離它越來越近 就怕漲潮可能進水更悲劇 特斯拉卡灘鬧劇不少遊客目擊 沙灘變成名車展示場 這部車可不便宜 價格大約新台幣400萬元 特色是時速0到100公里 加速只要3.1秒 在強性能沙灘上使不上力 還是被網友嘲諷 特斯拉會變成特斯拉 把電動車當吉普車開 果然有錢就是任性 還有人笑說難道特斯拉可以當船開 準備入港了嗎 這輛號稱地表最強休旅車 在沙灘栽了 網友也奉勸車主兜風 換個地方吧 別再往沙灘衝 這一次特斯拉卡沙灘 不只被譏諷說特斯拉變成特斯拉 特斯拉 還有網友說這是怎樣 這是海陸兩用嗎 特斯拉不是貴鬆鬆嗎 對啊 特斯拉動輒四五百萬 還是會卡在沙灘嘛 非常貴 而且我們看到圖上這個 這個是SUV款的 之前是那種轎車跟跑車款 這是SUV款 SUV大家認為說應該有越野功能 對不對 而且這一款Model X 不只長得這個樣子 那個車門打開來是海歐翼 翅膀打開一樣 海歐翼啊 歐翼造型很厲害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沒有卡在沙灘的特斯 對啊 終於在一般道路上升職 我們來看一下這貴鬆鬆的電動車 對對對 它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當然它特斯拉最厲害就是呢 它有高達六百公里的一個 無燃油 就純電動行駛的巡航距離 這是它最厲害 但其他還有一些 但最厲害就是說 它不用一滴油 它純電動可以跑到差不多六百公里 這是它最厲害的地方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這一款Model X 除了我剛才講 有那種所謂海歐翼造型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那個全景 不是天窗喔 全景前擋風玻璃 從前擋風玻璃 一直延伸到你頭頂全部透明的 沒有什麼天窗挖一個洞啊 所以你好像開直升機一樣 視野非常非常的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就是屋頂全透明 全透明 它從前擋一直透明到屋頂 沒有還上面有金屬的板件沒有 整個是往上看是全空的 非常非常厲害 但是呢 當時特斯拉有推出一個呢 一個影片就是說呢 它這個特斯拉的車子呢 在雪地 一般講雪地就很難走了嘛 雪地裡面還可以哇 如履薄冰 然後呢 還甩尾還有行進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雪地啊 在雪地喔 在雪地裡面 不用加雪鏈 它不用加雪鏈 畫面是這樣啊 那大家想說特斯拉 除了不用油之外 還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來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說呢 我今天拿一個遙控車來 好 阿冠幫我們拿一下 好 以前呢 如果說是用燃油的話 我們知道油嘛 我今天特意帶一個模型 模型用的這個燃油箱 其實意思完全一樣 我們今天如果說油的話 油要灌到油箱裡面 油是液體嘛 那液體是不是越用會越往下走 越用越低 油一直抽水位會越低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抽油口 拔出來給各位看 這是模型車 但真的車也是一樣的意思 你看 裡面有個重錘 有沒有 就是說今天有個重錘 所以你車在晃動 不管你飛機也好 車子也好 這個重錘擁有你在最低的地方 去吸取那個液體嘛 不管汽油或者是柴油 也就是說 你今天要用燃油的車 你的油箱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 才可能液體由上往下流 讓下面吸得到油嘛 如果說你今天把油箱做得很扁的話 那油不可能往下流集中不了地 你不可能做很低扁 好 但是就像剛才阿關你手上掉下來 這個是一樣的 電池可以做得很低扁 對 電池它基本上 我手上這兩片 這個就是鋰電池 就是特斯拉用的鋰電池 但造型可能不完全跟這一樣 但是因為電池 它不管是做得像我這一樣 這種平板式的也好 或者做得像我們一般用的 什麼三號 二號一樣 原同式 但是你可以並聯 可以串聯 可以排列成各種形狀 反正它的空間 就不會像油箱要沾那麼大的空間 還那麼厚 所以特斯拉的電池就做成 好 我們手上這兩片一樣 扁扁的 對 比例上就跟這一樣 比如說這是真的車 它就做成這樣扁扁的 然後鎖在 我們翻過來 鎖在底下 鎖在底下 那電池當然很重 所以它創造了所有內燃機車 都做不到的一個重心壓在底盤 壓得很低 一般的車不可能 你油箱再怎麼樣 你還是比較高 你不可能那麼低 那麼扁的東西壓在底盤 而且壓那麼大一片 當然 當時也有出球 你說這樣設計也不是完全好 當時也曾經在美國出現 就是有一台車高速公路 前面不知道好像什麼鐵條掉下來 它壓過去之後那個鐵條 剛好戳到這個電池 整台車燒起來 當然也有危險性 但是我們今天是要討論它的性能 就是因為它電池長這樣 所以特斯拉的確在性能部分 尤其操控部分 大家給它很多的想像 好 那想像來想上去 那個為什麼沙灘會爬不出來 那這個當然我們要 我們不是很確定 今天那個新聞那個車款 到底是屬於二區或四區 因為有去買特斯拉人都知道 特斯拉車款通常 當然越有錢就買越好的版本 原來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說你今天如果買 那個兩輪驅動版本的話呢 就在前後軸的某一軸 這個地方裝上馬達 這常在講我們台灣工藝店在做的嘛 對不對 好厲害的一個電動馬達 就驅動前面兩輪或者後面兩輪 沒有四輪驅動 就驅動某兩輪 它也有四輪驅動 它也有四輪驅動 對 我們上次有討論說爬那個張家界 那不是講說好像電動馬達對於這種騎驅路面 有特別可以處理的這一種功能嘛 所以特斯拉照理來講 如果說它是四輪驅動版的 前面一組馬達 後面一組馬達 可以同時驅動的話呢 照理說它的脫困能力 再加上呢 哇 這個電池壓在底下 應該是很厲害才對 所以呢 難怪這一個卡在沙灘上 這台特斯拉 會大家講說是特斯拉嗎 照理說你應該又比起一般的 非電動車來講 更好的這個越野能力才對啦 但其實有嗎 其實 當然我們 這種對我們要講 就算說你最厲害的越野車 一定也有極限的地方嘛 只是說呢 我們會認為說 同樣的條件下 電動車應該有多一份 可以更細膩的調配 扭力的能力才對 但是呢 除此之外 當然也有人討論了嘛 哇 那你特斯拉 你卡在沙灘裡面 你是不是比較不怕吸到水啊 不怕吸到沙子啊 因為我們這台隱情很怕水 是啊 因為我們每次在颱風天 大家都會講說 哎呀 我們這個車子啊 不要勉強射水啊 射水的話呢 哎呀 這個排氣管會進水啊 還是前面會吸水啊 然後多高的水才能經過啊 這常在討論嘛 好 這個部分呢 來 我們再跟各位報告一次 剛好我們這邊解析都有 好 那特斯拉呢 比起內燃機引擎的話 第一個 它就沒有怕吸到水的問題 那不用吸水嘛 是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給你拿一下 好 我們今天 好 好 這個可能有點髒啊 阿冠很棒 我們都不怕髒 敬業一下 來 我們常講嘛 引擎就是這個活塞上下 上下央搖動 這樣子 這樣就跟我們那個針筒 在吸那個藥水一樣 我現在這個修個已經做到 可以全自動了 你看 我都還會這樣子 你搖淚就可以停下來 OK 那你吸的時候呢 就靠這個地方 我們解析法 這我們講很多次了 我知道 它可以打開 空氣就吸進去嘛 對不對 好 那空氣從哪裡來 我們今天要講前面這一端好了 來 我們今天就特別把給膝蓋 好 這個活塞可以放下來了 好 這個解析法 OK 好 前面大家看到了嘛 就這樣子 那空氣一定是管子進來 那管子在吸哪邊的空氣呢 來 這個東西呢 有去看這個車子保養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師傅 把這個什麼什麼濾心啊 要清一清 就把這個東西打開來 這個濾心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側面 好 看清楚哦 這個地方呢 就是阿冠手上這一個孔 那這個要給觀眾看一下 好 這個裡面是長這樣 對 就是大概 對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解析法的吸的空氣呢 是從這個地方吐出來的 這樣大家了解 了解 OK 好 那有出就有進嘛 是 好 那我這個空氣哪裡來呢 好 那再轉過去 我們看這邊 它就是從這個地方 空氣吸進來 因為我們後面在吸氣嘛 你後面吸氣 有出就要有進 就是這個地方進 對 就是這個地方進 好 所以呢 現在如果說 車子涉水會吸到水的話 那你想 最怕從哪裡吸 一定從這裡吸進來 那這個孔的位置到底在哪裡呢 哇 這個大家覺得最擔心的地方 好 來 在哪裡呢 我們剛好這裡有這個水箱架 好 來 我們有水箱架 來 沒關係 關你還是要拿這個 我要拿這個 好 對對對 一般來講 這個大概就是在水箱架這個位置 我們上次有講過嘛 引擎蓋大概就這樣蓋起來嘛 所以這個吸氣口你看 大概就在引擎蓋的水箱架 這邊是頭燈 兩面頭燈 大概頭燈在下方一點點的位置 這個地方就好像吸塵器的吸氣口一樣 那吸空氣 空氣可以壓縮 吸到水 不能壓縮 這個活塞 咚呀 引擎就跟你說再見了 所以呢 今天網路上很多講說 哎呀 這個涉水高度 什麼什麼看的輪胎的三分之一高度 有人說二分之一高度 我說都不準 都不要太武斷 說是哪裡哪裡 而是呢 每一個車款 你去問清楚說 我這一台車 我的這個空氣濾芯的吸氣口 到底在什麼位置 我都不敢講說一定能來的 只是通常就在這個大燈的左右側 中間那個位置 但是呢 有些車為了要吸更冷 更冷 更冷的空氣呢 它可能會更往前往下伸 所以往下伸的話呢 哇 可能呢 三十公分 四十公分就吸到水了 所以這個吸氣口才是呢 所謂高度的關鍵 吸氣口才是你車子涉水的時候 到底安全警戒線在哪裡的關鍵 那當然呢 那你說電動車就完全不怕水嘛 這個想就知道不可能嘛 對不對 因為電嘛 電動到水怎麼可能會不完蛋 對不對 而且呢 這一個電動車 它的這個電池 我剛才拿的 在下面 對 這個電池 在底盤下面 對 那特斯拉的技術 我剛才講到說 它可以呢 這個充滿面跑六百多公里 除了說它有很厲害的 這個所謂的電池管理的能力之外 還有就是說呢 因為這種電池你要快充快放的時候 一定會發熱 那你怎麼樣有效的讓電池 能夠很快的能夠冷卻 散熱 對 散熱 對 你就內行了 也是呢 電池是不是能夠用了久 或用了好的關鍵 所以呢 電動車其實也是有冷卻的吸氣口 但是呢 不在車頭了 那在哪裡 那在哪裡 說實在 我也不知道了 對 因為這是很高科技的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 只是說我們 所以它怕水的警戒線 也是在它的吸氣口 只是我們不知道它的吸氣口 對 它不是引擎的吸氣口 它那個一定有個冷卻電池的部位 冷卻的吸氣口 對 冷卻電池 因為電池在這個底盤底下 但是呢 它不會像一般的內燃機車 因為絕大多數人還是開內燃機車 最主要還是前面這個吸氣口 一吸到引擎馬上再見 那你今天如果是電動車的話 如果說你真的水分進到 你這個冷卻的吸氣口的話 頂多 還是一樣再見 對 頂多電池泡到水再見 但是可能不會說 整個引擎跟你說再見 這是有差別的 但是電池還是會say goodbye 還是有問題的 對 還是要小心 好 幾階的財經風箱 就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旗艦機市場要先開戰火了 為什麼呢 因為S9在今天問世 而且一開賣 30分鐘就搶光了 讓蘋果覺得好無尊啊 可以看到記者背後的建築物 是充滿著童話設計的風格 今天記者來到巴塞隆內 著名的景點魁爾公園 這些建築物呢 都是出自於建築師高地之首 而今天呢 我們就要拿三星最新旗艦機 Galaxy S9 來和iPhone X 和華為Mate食譜 來做經典實測 充滿童話感的魁爾公園 可因相機鏡頭 在遇照充足的環境下 是否能抓住繽紛色彩飽和度 從張頂屋來看 iPhone X細緻度 不如Mate 10和S9 明亮度則要Mate 10勝出 但最接近眼珠所看到的景色 則由S9拿下 下一站來到經過高地 裝修改造後的巴塞隆之家 這也是到巴塞隆那 旅遊壁區的景點 秉承高地一貫風格 室內設計完全看不到菱角 全是柔和的波浪形狀 不過低光源的環境 拍照起來更不容易 現在我們進到了 巴塞隆之家的裡面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處在的環境 是在一個低光源的環境裡面 而Galaxy S9是強調雙光圈 我們就來看看 它在低光源的環境裡面 拍攝效果會是怎麼樣 明顯看到照片中的奢華吊燈 擁有雙光圈的S9 在光線不足的狀況下 仍然將燈飾之幹 拍得相當立體 完全大勝iPhone X和Mac 10 甚至將照片不斷入映 S9也能維持高水準的細緻度 按住陣營手機不斷精進 拍照水準則是一次次 讓外界驚艷 蘋果和飛瓶陣營 這一場角力戰 拉鋸越來越近 好 剛剛做完歐秋 現在要做手機修歌 這是修騰騰的 今天才會問事 S9 Plus 3月16日台灣才會開賣 S9 Plus 到底它的size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來跟蘋果比一比 比 好 來 手機拍照的一個得分比賽 S9 Plus 99分 最大的差異是 第一支手機搭載什麼叫 雙光圈 我現在拍牙關 然後我再拿iPhone X 再拍一下 好 看一下 來 你自己覺得誰好看 S9 Plus 到底它的size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來跟蘋果比一比 好 我們跟蘋果的i10來比 這是蘋果i10 蘋果i10呢 5.8吋 整個屏佔比5.8吋 然後呢 S9 Plus整個屏佔比是6.2吋 所以它比i10要來的大一點 來的0.4吋 大0.4吋 所以在畫面上 Tim拿的就是蘋果i10 i10 對 我手上拿的是 S9 Plus S9 Plus 對 但是它跟蘋果i10比較對 他們是相關10的嗎 價錢不是差這麼多嗎 最新的一個 手機拍照的一個得分比賽 你知道S9 Plus 得分幾分嗎 得分幾分 99分 拍照得99分 得99分 那i10呢 蘋果旗艦機呢 i10呢 大概95、6左右 所以大小的差這麼多 還是有差 因為這四萬幾個 這隻兩萬幾個 沒有 因為它這次其實最大的差異是 它是全球首一支 第一支手機 搭載什麼叫 雙光圈 所以它的拍照是雙光圈 雙光圈 雙光圈會造成什麼效果呢 雙光圈的意思就是說 它在晚上拍起來 很亮 然後在白天呢 如果它真正是白天的話 你拍照下來的感覺呢 會更鮮豔 好 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我手上這是S9 對 Plus C9 Plus 為什麼要強調Plus呢 因為S9是單鏡頭 S9 Plus是雙鏡頭 它還多了一個緊身的鏡頭 緊身鏡頭又是 緊身鏡頭就是說 我們在拍人像自拍的時候 它跟iPhone一樣 會有一個人像模式 它有可以緊身用 但是它跟iPhone比較不一樣的是 iPhone拍完呢就結束了 但是它拍完以後呢 你還可以自動調整 你要緊身的模糊度大小 簡單講呢 所以現在要暗場嗎 這樣夠暗嗎 阿關你覺得 OK齁 我是覺得可以 OK好 所以晚上的時候 我們模擬晚上拍照 模擬現在晚上拍照 然後我現在拍阿關 好我拍好了 然後我再拿iPhone X 再拍一下 好 一樣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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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位置 一樣表情 對 好拍起來 好 那我們來公布檔案 好不好 好 阿關你拿S9 你拿S9 Plus 好我來拿S9 Plus 我拿iPhone X 我們一起 我們來比較一下 來看一下 來你自己覺得誰好看 兩個亮度 我把都調到最亮了 所以 屏幕很暗 你有沒有覺得它比較暗 因為光Trainix就是說 它會在你夜間偵測以後呢 会把你这个整个打亮 所以呢 那个就是光圈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 所以S9拍起来不像晚上 S9拍起来呢 就是说呢 明亮感会比较好 那意思是说 我们在夜拍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去 现在灯会嘛 拍灯会的时候呢 它拍起来的效果 就会比iPhone X好 好 所以除了夜拍功能之外 S9据说这一次呢 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是 我们之前不是谈到 iPhone X 它可以用那个娃娃做表情 娃娃emoji 对 没错 那但它这一次呢 据说它更进级 对它进级了 它进级的进化版是呢 它直接按 我们呢 选到拍照以后啊 它这边呢 有个AR表情的部分 然后这边呢 上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自己create 建立我的表情符号 那但是 目前呢 刚刚我已经先把阿关 你建立好了 所以呢 我们之间呢 可以播放阿关 的模式哦 所以我会变成Q版 像娃娃 没错 在这里 这是阿关 这有像吗 来 我把它弄声 它是拍照之后 它就模拟你的样子 做成Q版娃娃 它会呢 去帮你换头发 如果你有戴眼镜 帮你加眼镜 然后呢 还可以让你换衣服 然后呢 所以这个是可以选的 这可以选择的 好 所以你帮我选了 这个头发吗 这个衣服 对 然后呢 我现在 拉曼妮有声音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 五四星班 你要来告诉大家 S9 到底 你不厉害 你看 这个有像我吗 没有 现在它可以换发型 也可以换衣服 对不对 对 我们会不会现场换一下 哦 可以啊 好 我觉得 刚刚那个发型是 Tim哥帮我选的 对 那我帮你选的 那你现在你想要换发型 对不对 嗯 好 可以 来 不然这样好了 所以那Q版娃娃是透过照相 这样好了 我觉得啊 我们现场 手机又带来了 我们重新再装一个阿冠 给大家看 你看它速度有多快 好 要不要 好 来 我先弄成 来 表情符号 建立我的表情符号 嗯 好 然后阿冠呢 来 你脸对着他 好 好 我是拍一张了 有 好 来 我们给观众们看 来大家看一下 就拍了一张阿冠的照片 好 这个是原版的 阿冠 真人版的阿冠 真人版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Q版 它会帮我们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阿冠我们就选择女性 好 女性 好 那下一步 好 它就开始在帮你建立了 你看它旋转 所以它用我的照片 开始去模拟 模拟 对 模拟呢 它的一些里面内建的一些 细节 这个 出来了 好 Q版娃娃出来了 Q版娃娃出来了 对 就像这样子 然后你的肤色呢 你可以自己调整 你要欧边的 还是一般的 你可以自己调整 符合你自己的 好 这个比较像 这个比较像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 头发的部分 好 发型 这是它现场模拟的发型 现场模拟发型 对 那你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像这样子 这个 今天这个很像 阿冠这个头发 这个蛮像我的 有没有 那有没有别种别种 我看看别的造型 我会长什么样子 这样子 短发是这样子 短发 然后你这个 这个是 这个可爱型 可爱风 好 那是 翘立风 翘立风 对 我们找特别点的 找特别点的 这个短发 这个短发 超级短发 这个是 简洁风 这个也是 超级简洁风的 有没有 这个是 那个 你是烫头发的 烫 这应该是烫坏风 烫坏风 好 那阿冠你要选哪一个 我们先随便选一个 好 那我们来 就这个 就这个 好 那阿冠 衣服也可以换 我们来选择戴眼镜 好不好 因为你也没戴过眼镜 还可以戴眼镜 对 来 选一个眼镜 你喜欢的 这个吗 随便 好 这个好 那换一下衣服 好 那这个换衣服 那你要哪一个 哪件衣服 这个衣服吗 这个年载裤装 年载裤装 还是这个套装 还是这个 这个比较亮 选这个好了 这个比较亮 这个 没有 不太像我 这是裤装 好了 就这个好了 裤装是不是 这个 好 OK 然后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 你只要再按是确定 它就 帮你建立好了 那建立了这个Q版娃娃 要干嘛 建立Q版娃娃以后呢 你可以虚拟 好 就像刚刚 录一段一件 像刚刚讲 我要录影的时候 变成Q版娃娃 变成娃娃 我要直播的时候 变Q版娃娃 但是你觉得就这样子而已吗 它还可以帮你做成 表情符号 做贴图 哦 还可以变成 阿关Q版娃娃的贴图 阿关Q版娃娃 对 所以呢 我们刚刚阿关 选的这一个Q版娃娃 在这里 你看 这是你刚刚的 你的Q版娃娃 No 他帮你这贴图了 对 有没有 啾咪 啾咪 然后问号 发生什么事 对 全部 那也安呢 他都坐进来了 蛮好玩的 是蛮好玩的 是蛮好玩的 而且呢 其实我还有一段呢 我们又在现场拍 它就是叫慢动作 哦 录影慢动作 录影慢动作 对 那我其实有 所以它可以变成 这样子吗 对上去的感觉 对 然后它的慢动作是 它跟iPhone最不一样的是 它可以去侦测你的物体 而让它变成慢动作 那我们现场录一下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影片呢 这个就是我录的 这是你自己已经先录好的 先录好的一个慢动作 对 你看 抛上去 哦 所以自己可以 用慢动作 可以做广告了 你看 对不对 是真的 对 哦 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拜年 还是要你要拍一个 很有趣的短片 对 你可以利用这个慢动作的功能 自己拍了 而且呢 它还可以让你 直接做配乐 那音乐都是免费的 iPhone的慢动作是 没有配乐 它就只能 慢动作而已 哦 所以它在慢动作的特色表现 像这个是iPhone的 这个是iPhone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 iPhone的慢动作跟 S9的慢动作什么不一样 你看一下 iPhone慢动作呢 是它整个 我手抛上去 它全部都一起 都要把它录进去 但是呢 那个S9 Plus的呢 它只有截取 那个罐子的慢动作而已 你有没有看到 它罐子的慢动作 然后配乐 插一清在这 这都你拍的啊 我拍的啊 我刚刚来之前拍的啊 因为摄影棚呢 为什么 我们在拍 所以你用苹果拍一次 然后再用S9拍一次 没错 这样子大家比较赶才会出来 因为很多人会在室内拍说 奇怪怎么都会有闪动 不管你是用Sony拍 或者是三星拍 或者是iPhone拍 因为灯光呢 它的光线呢 其实会闪动的 所以我们在拍慢动作 建议呢 都是在户外拍会最棒 旗舰机市场 要展开血腥的斗争了 对不对 因为除了S9推出之外 Sony马上也要推旗舰机 Sony的XZ2 我下礼拜就会带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影片 它现在影片已经曝光了 对 Sony的XZ2有多厉害 它这一支呢是首款4K HDR 画面就是4K HDR的那个手机 而且它的 刚刚我们不是做那个慢速摄影吗 是 它的画质是4HD的画质 就是超高画质 我们刚刚看到的iPhone啊 像三星 它是HD的画质 但是它是4HD的画质 就是节气度更好 所以有得拼耶 对 就每一个呢 所以这个下礼拜要推出啊 下礼拜台湾正式记者会 可能在三月底 会正式开卖 好 紧接着要带你来关系的是 大陆这是豆腐渣工程 还是风雨的威力太强 竟然机场的屋顶被吹垮了 建筑装饰物毫不留情 通通往下摔 下方车辆下的家族把力逃离 这里是中国大陆江西南昌机场 大片水管掉落 居然是因为1秒37公尺的大风 尽管机场人员说无人伤亡 那部旅客还是下了尖叫 不过最近中国大陆各地都饱受怪风袭击 江西服装学院刚开学 学生的课本就随着狂风消失 福建武夷山除了大风雷雨也来作怪 当地气象站甚至记录下创占60年以来最强风速 高达每秒26.1公尺 10分钟内更降下21.4厘米的豪雨 跟裁风天没两样 只能说遇上这种极端天气 待在室内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所以这到底是风雨太威呢 还是工程太烂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豆腐渣工程 所以是工程太烂 不会发生在大陆 大陆很多的这种公安问题 有的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 你看这个是江西的机场 就是这一次的南昌机场 对 它这个虽然是狂风 可是你看这是国家的门面 这是国际机场 竟然连这个屋檐 整个都大面积的掉落 还扎落很多的格子 这样是发生在台湾 大概有个官员的 乌纱帽要掉了 这一定掉的啊 这就是豆腐渣工程 那现在不会被人家骂 就是说你连国际机场 都搞成这样 那你其他的建筑工程 不是也会这样吗 所以我们再来看 它的通通显调 是层出不穷 你看现在网友直接冒 在狂风之下 铁皮屋被吹翻 一片蓝色铁皮屋 还吹到隔壁大楼去 然后整片就集中旁边的建筑物 这个是建筑物的屋顶 对 你知道外国人有看到这个画面 就直接说什么吗 这就是中国人的日常嘛 而且是中国的公共 中国人的日常 对 它其实不是铁皮屋 这是一般正常的大楼的屋顶 对 可是它那个是 网友说这是铁皮屋 铁皮盖的啊 对 铁皮盖的 是施工时没有把这个屋顶上的螺丝给锁紧 那还有网友很酸 就说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建筑物 这是不知让人该说什么 我跟你讲 不知该说什么的还不止这个 在广我们来看这个广东东莞 你看倒下来 压到了旁边车子不打紧 它旁边还是一个银行 还好这个银行里面 这时候没有人 不过打到的话 这多少人死伤惨重 那你看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它就几乎是连根拔起 没错 后来有网友就是有看到这个公安的问题 就发现说原来它是底部的螺丝生锈 你看到没有 螺丝生锈然后导致地基锈石 再加上强风一吹 你看就是典型的洞府渣工程 一吹就倒 那我们再来看 现在洞府渣工程被人家骂成这个样子 就现在为了大陆政府为了洗白 就po了一个什么网路 po了一个19天可以看摩天楼大楼的这个影片 你看到没有 19天盖摩天楼 你知道它盖几层吗 它盖57层 不可思议 你要平均就是一天可以盖三层 就啪啪啪啪啪 这个是一个建筑公司拍的这个影片 这个是工法厉害呢 还是偷工减料 那个建筑公司是强调说 我们这个最新的工法科技 连这个瓷砖都可以先拼贴好 然后到时候就这样啪啪啪啪啪 等于说一天可以盖三层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影片po出来盖好之后 所有的网友就质疑就说 你这个摩天大楼有必要比快吗 而且你盖好之后谁敢进去住啊 公安问题你可能盖了一百九十天 盖了这个十九年 大家还不敢住 十九天的建筑物 尤其是摩天大楼 谁敢盖 所以这就是豆腐家 谁敢住 对 谁敢住 他敢盖我们不敢住 那再讲到说豆腐家工程 这个不小心真的也出了六名 这真的是发生在贵州省的一个歌唱比赛的彩排 你看喔 大家唱得慷慨激昂 整团都不见了 一秒钟八十个人掉下去 舞台整个摊掉 没错 而且这个是舞台操作出了问题 你知道吗 为什么被人家诟病 是因为这个贵州的剧场 他耗资上亿的新台币打造的 然后最贵的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了这个升降舞台 他耗资千万 结果耗资千万 真的是升降舞台 对 升降舞台 而且你知道他多高 他有五公尺高 你看这八十个人叠下去 当场死了五个人 而且再盖好一两年就出事心 所以要痛批 这豆腐家工程 真的是害死人不偿命 那我跟你讲 找到豆腐家工程 最要求的就是他那个材质 那个材质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是发生在海口市的三江镇 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工程 你知道他看的是什么 这是水利开关上 一个检查井上的预制板 这预制板 你看打开来是什么 他本来应该是混凝土混着钢筋 结果打开来是什么 打开来发现竟然不是钢筋 是很细很细的竹签 结果你知道吗 他是因为有一个工人站上去 后来这个板子就叼变两半 他想说我才轻轻的站 怎么这个就会出问题 后来把所有的板子 一个一个打开来看 才发现说根本就是偷工减料 所以他用竹签来代替钢筋 对 竹签代替钢筋 而且我告诉你更要求的是 这是国家级的工程 他后来发现所有的水管 都是很细的 就是一下就脆掉 而且后来连电力工程都没有完成 所以整个国家的工程 根本就变成一个烂尾楼工程 那你知道吗 讲到烂尾楼工程 现在被骂翻了这个 你知道这个人在练义氧纸啊 这不是 这个是墙壁 这个工程出了问题 而且你知道这个发生在哪里吗 这发生在北大 国立大学的北大的一个宿舍 宿舍 这个学生气得要死 就说你这个什么烂豆腐渣工程 我先练这个义氧纸给你看 他把这个指头 你跟指头跟你穿透啊 戳戳戳 对对对 他就告诉你看这个墙壁 戳下去的hookie 戳下去的hookie 好 紧接着非常有意思 娱乐焦点带你来关心的是 爱丽丝闪力闪婚又闪生 问题是他的席日搭档 曾国成竟然说 他统统都不知道 两个人有心结嘛 小小挺逼 还有深邃双眼皮 混血小脸相当可爱 但你一定猜不出来 他是谁 这个可爱小男婴叫威廉帝 是旅居法国的艺人爱丽丝 才刚在脸书报喜剩下的儿子 消息一出都让粉丝们吓了好大一跳 去年底才宣布 认爱英国外交官马培迪 不到一个月就接受男方求婚 感情进展神速 这回又秀出新生儿照片 还写下上个礼拜 爸爸妈妈才结婚完 我便等不及跑出来 和家人们见面 今年过年 爱丽丝特别带着老公 和日本前夫生的女儿李黎 一起回台湾见家人 就是为了回国待产 长度十个月几乎没人知道 谈言是因为怀孕初期 肠孕吐非常不舒服 后期几乎长时间卧床 所以才等平安生产后 才跟粉丝们报喜 爱丽丝那个混血的小baby 好可爱啊 对啊 因为她的爸爸 是一个英国外交官 中文名字叫马培迪 可是大家比较惊讶 就是说速度也太快 爱丽丝那个混血的小baby 好可爱啊 对啊 因为她的爸爸 是一个英国外交官 叫中文名字叫马培迪 可是大家比较惊讶 就是说速度也太快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2017年的时候 3月 爱丽丝她才宣布说 她跟她的老公 日籍老公已经离婚2年了 但是去年的12月 她就突然说 来 就是在画面当中 这个英国外交官 我刚刚讲叫马培迪 他们谈恋爱了 才12月才宣布谈恋爱 过一个月就说 他们结婚了 然后再过一个礼拜说 孩子生下来了 超义速 这真的是光速在进行 这怎么回事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她跟这个英国外交官 在谈恋爱的时候 她怀孕了 那这个英国外交官 就跟她求了婚 他们就赶快来一个结婚仪式 赶快把小baby生下来 而且这几天大家看到 这个英国跟台湾混血的小王子 超可爱的 名字叫威廉帝 好 讲到这个 威廉帝 对 讲到爱丽丝 我们就不得不讲 这几天网友疯狂讨论爱丽丝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两任老公 一个是日本籍 一个是英国籍 那她都说 这两个人都是天菜 她到底是怎么可以嫁到天菜 我们先讲她日吉的老公 之前这个就是之前的前夫 叫荒木流 各位 长得挺帅的啊 人家是这个日本的 有点大男 花美男 对对对 花美男 但是呢 也有点点日本的 所谓大男人主义 她嫁给荒木流之后呢 爱丽丝就有强调 她怎么留住老公 这个我们台湾女生要多学学 她说因为荒木流呢 有点大男人 也不够体贴 不够浪漫 那你要怎么样勾起她的火花 爱丽丝说 每一次她老公在洗澡的时候 他们夫妻没有共浴的习惯 老公在洗澡的时候呢 爱丽丝就也把自己脱光 然后就跑进去 诱惑她的老公 然后三不五时就要称赞说 老公 你好棒哦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该怎么办呢 这招就要学了 但是没有她 爱丽丝也没怎么办 也没怎样 但是这么对老公献殷勤 又这样抓住老公 为什么离这个婚 就是因为她跟荒木流 生下的女儿叫李黎 那生下女儿之后 照理说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啊 来了 因为这个荒木流呢 比较拘谨 日本男生是比较 比较保守的 那当这个小女儿生下来之后 她就跟这个爱丽丝讲说 现在怎么办 我们两个人要那个的时候怎么办 我说的那个就是夫妻要做功课啦 爱丽丝说什么怎么办 就这样啊 我们以前怎么办 现在就怎么办啊 结果荒木流说不可以 真的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李黎睡在隔壁 李黎睡在隔壁有什么关系 不行会吵醒她 那爱丽丝又说 我们可以把门锁起来啊 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那荒木流说锁起来没关系 问题是你会有声音 你这个声音会影响李黎 会造成她的阴影 那爱丽丝就说 那我保证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声音 那他们就因为这些事情 夫妻生活的细节 他们最后离了婚 为什么 就你不能永远都没有声音吧 你不能永远都这样压抑自己吧 所以爱丽丝觉得 她跟荒木流之间呢 实在没有办法相处 这个婚姻就结束了 但我要讲一件事情说 不是每一个女生 当你未婚怀孕的时候 这男人跟你求婚 她都会答应的 为什么呢 就是爱丽丝现在嫁给 这个英国的丈夫很美满 可是过去 在二十多年以前呢 有一个女明星叫柯素云 我们三立的观众朋友 一定很熟悉 因为她是一家人里面 一个主要的演员 来 这位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 她在一家人里面 也一个霸气的女总经理 戏演得非常好 粉丝也很喜欢她 可是各位你们知道吗 她当年多轰动的一件事情是 二十多年前 她有一个很爱她的男朋友 她也未婚怀孕了 二十年前她可是台语界的 戏剧界的女王 男朋友跟她求婚 但是她跟男朋友说 孩子我会生下来 但我不嫁给你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不嫁 为什么不嫁 很前卫 她说她觉得她的男朋友 适合谈恋爱 不见得适合婚姻 她也不希望 因为有了这个孩子 我们才结婚 所以我不会嫁给你 那我就自己养这个孩子 她不但自己养孩子 她退出演艺圈 当年自己跑到加拿大去 把小孩子抚养成人之后 她才回到台湾 然后接了很多的戏剧 那现在很多人问她说 你会不会后悔 男朋友明明跟你求婚 那你为什么不要 她说我不后悔 我觉得我自己 可以照顾这个孩子 我就不会用婚姻 来绑住这个男人 所以爱丽丝走到柯顺云 每个女人其实对于 未婚怀孕 或者先怀孕这件事情 其实她处理的方式 不一样 但是她就是做自己的